与晚期胃癌做了8个月的斗争 看爱女孩苏之曼还是走了 谁会想到27岁每天蹦蹦跳跳的我 确诊被爱晚期并且多处鼓转移 跟她自己的话来讲 27岁的年纪整天还在蹦蹦跳跳 居然插出来胃癌晚期多发鼓转移 我们讲胃癌的高发年龄是40岁以后 但是的话呢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患癌也不少见 具体上每个人患癌的原因很难查得清楚 跟遗传环境饮食等等都有关系 早期的胃癌治疗效果好 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 那么如果是进展期的胃癌 育后非常差 五年的生存率不超过30% 胃癌的诊断和治疗 难就难得如何早期发现这些胃癌 大部分早期的胃癌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你不可能去医院做检查 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连我们国家的胃癌筛查指南 都是建议40岁以上的人去做胃癌的筛查 那么你像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如果没有任何不舒服 怎么可能去做胃癌的筛查呢 但是各位朋友 如果你出现了以下的一些不舒服 不管你是二十岁三十岁还是十几岁 都要去医院做检查 例如持续的胃疼胃胀 吃不下东西吃东西就吐 持续的大便发黑 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 不明原因的贫血 面色苍白 没有力气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 马上去医院做检查 医生会详细学问你的病史 然后的话呢 给你开具一系列的检查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个胃经的检查 大家千万不要拒绝胃经的检查 认为胃经痛苦 就不做胃经 这个是不可取的 胃经是发现和诊断胃癌 最重要的手段 如果做了胃经没剩 那么你也可以放心 我们国家是胃癌非常高发的国家 全世界每年40%的心发胃癌 都在中国 做好以下几点 可以预防胃癌 第一点 按时进食 规律的吃饭 第二点 戒烟戒酒 第三点 根治油门螺小感军 第四点 做菜少放盐 清淡饮食 第五点 少吃咸鱼 腊肉 培根 火腿等加工肉 第六点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每天吃 半斤水果 一斤蔬菜 第七点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心情跟胃病 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后一点 有不舒服 及时就医 即使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以下人群 到了40岁以后 要去做一个胃经的体检 希望各位朋友 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 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 让我们打响 保卫战 保护自己的胃 保护自己的生命